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在台協會在昨天宣布 原來早在3月31日 美國國務院曾經跟台灣外交部的高級官員召開了電話會議 在會議上他們討論建立相關的論壇 幫助台灣擴大國際參與 這個決定可以說是跟蔡英文總統 近日所展開的口罩外交相互相成 美國在台協會說 要協助台灣擴大國際參與 具體的辦法包括 跟世界各國分享台灣抗疫的成功經驗和台灣模式 以及協助台灣 恢復她在年度的世界衛生大會當中的觀察員身份 或者透過其他途徑去幫助台灣 密切地跟世衛組織協調 美國在台協會又稱讚台灣 擁有蓬勃發展的民主體制 是一股良善的力量 世界各國如果能夠更多了解台灣模式 以及台灣帶給國際社會的慷慨貢獻和專業知識 將會從中獲得更多的益處 到底美國能否幫助台灣重返國際舞台 甚至乎重返世衛大會 我覺得不可能 在2008年的時候 馬英九帶領國民黨成功贏得大選 成為中華民國的總統 而在中共的幫助下 中華民國曾經以中華台北的名義 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當時是以觀察員的身份出席 一直到2016年 台灣變天了 民進黨上場 在中共的干預下 台灣不能再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如今由美國出面 當然有機會重返世界衛生大會 因為每一年都會談 到底應否重新接納台灣成為觀察員 中國很流行 慫恿第三世界國家 非洲、拉丁美洲和東南亞的國家 都可以投反對 但如今已經發生了全球大流行的情況 大家都已經知道的實情 況且每一年去談的時候 原來很多國家都是缺席投票的 根本上沒有投票 免得罪中共 那些是甚麼國家居多呢 包括歐洲國家 美洲國家 以及一些發達的亞洲國家 全部都不投票 免得觸碰到中共的神經 如果是由美帝這位老大哥 親自幫忙下場拉票的話 當然沒有事是沒有可能發生的了 所以台灣能不能重返世衛大會 我覺得都挺樂觀的 不過當然這不是一時三刻可以做得到的事 而且特朗普總統目前還要面對著這個總統大選 肯定就要過這一關才可以再做到其他事了 至於這一通美台的電話會議 同時也是向著香港特區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邱騰華打臉 只是懂得關門打仔 所以斥責港台女記者 違反一個中國的原則 為何你不去批評一下美國 他說要幫台灣重返世界衛生大會 港台女記者就斥責他 你也斥責特朗普總統 說到美國大選 將會在9月份舉行 除了將會選出新一任的總統以外 同時眾議院435個議席 以及參議院33個議席 都會進行改選 所以近期參議員和眾議員 就開始活躍起來了 很多共和黨的參議員 就和特朗普總統口徑一致 對於世衛組織和譚德塞 進行口誅不伐 而且還妙語如誅 絕對不是留於華大媽那種 潑腐馬街的形式 這些貼文全部都可以在Twitter找到 現在我們一齊看看 首先就有參議員Rick Scott 他呼籲國會要展開調查 調查什麼呢 就是調查一下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到底在協助北京隱瞞關鍵信息當中 又扮演了什麼角色呢 而且他還說要重新審視 美國是否應該持續每年 這樣為世衛組織支付高額的經費 這個說得非常好 早前特朗普總統就已經剪了預算 但還是剪了一點點 還有很多還未剪 如果美國不能夠在 在這個世衛組織當中拿回主導權 你不斷給錢 他等於就是擔沙填海 沒有什麼 好了 他還提到 說世衛組織的使命 應該是向全世界 提供公共衛生信息 以便每個國家 都能夠做得出保護公民安全的最佳決定 在今次事件上 世衛組織是完全失敗的 他們必須為自己 在幫助中共隱瞞真相方面 所扮演的角色負責 而且Rick Scott還懷疑 世衛組織已經淪為了北京當局的傀儡 他也挺厚度 只是懷疑而已 而且他還提議 國會在休會以後 有必要召開聽證會 同時進行全面的調查 審視到底美國的納稅人 應不應該每年花費數以百萬計的美元 來資助一個蓄意幫助中國共產黨宣傳的組織 這些真是認真不客氣 完全是劍指世衛組織的領導層 即是譚德塞 除了Rick Scott以外 還有另一位參議員說話 這位就是經常關注我們香港事務的Rubio 他說 世衛組織的前線工作人員 的確從事著令人讚嘆和英勇的工作 但世衛組織某些領導人 從第一天開始 就幫中共掩蓋他們的所作所為 另外還有一位也是關注香港事務的 來過香港的 就是George Hawley 他說 世衛組織繼續為中國出賣自己 是時候幫這個組織清理門戶 現在他們的表現簡直是刁人現眼 令世界大失所望 除了George Hawley以外 還有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首席議員 就是Michael Macau 他也是共和黨的 他說 對於世衛組織的角色是完全不信任的 世衛組織的負責人來自埃塞俄比亞 而中國在埃塞投放了很多金錢 埃塞的首都即是亞迪斯亞貝巴 被稱為中國人建造的首都 Michael Macau還說 世衛組織有些薄弱 好像被剝削一樣 另一位參議員Martha Masselli說 譚德塞是騙了全世界 在這場危機一開始的時候 譚德塞只是在複述中共政府的論點 甚至乎對於中共的所謂透明度 是推崇備致的 儘管有大量證據顯示 中共政權是有隱瞞真相 而世衛組織在譚德塞的指揮下 過去幾個月以來 一直懂得掩護中國 同時試圖迴避自身防控失敗的責任 這場騙局是以人命為代價 還有一位參議員 叫Ben Sars 他說世衛組織應該對抗疾病 不是事後暴君 我們處於這個危機當中 但是要等到美國人戰勝病毒以後 才可以跟世衛好好地算帳 這當然是完全跟特朗普總統同一個口徑 就是針對著世衛組織 現在似乎淪為了中共的傀儡 你這個譚德塞處處是懂得維護中國 大家都可以看到這群參議員 那種抨擊的猛烈程度 是前所未見的 而且毫不留守毫不客氣 譚德塞這個總幹事的位置 到底坐不坐得穩陣呢 就真是很難說了 可能真是正如這位Ben Sars所說 當他們美國搞得好以後 回來便會移動 所以譚德塞其實應該提早鞠躬下台 搞得全世界這樣 當初林鄭在一月尾的時候 還要跟世衛指引 現在市已經拋諸腦後 連林鄭也不跟著你 你想想這個譚德塞還有什麼價值呢 接著再說一件事 原來中國有一群山東醫療隊伍 十五人去了英國援助 同時為他們帶來十多噸的醫療物資 但當去到以後 便遭到當地人的猛烈批判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當地人在網上留言 說有人邀請你們來嗎 他們不值得信任 滅火的也可能是中火的犯人 於是引起了很多小粉紅的玻璃心碎裂 那些小粉紅又罵回頭 就說如果英國媒體不道歉 我們堅決不去英國 援助換來的就是罵聲一片 實在令人太過激心了 幫助他們就等於與虎謀皮 快點撤回去中國 這樣 即是證明得到 英國人根本就是看通了什麼事 對不對 經常想幫自己打造一個救世者的形象 當時英國人不領情 真的可以撤走也可以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